识破你平均家乡 公子还有何事 小时候 我也常和九龙公主一起做灯笼 她每次都穿一身飞红的衣服 显得越发的名利动员 小时候的事 公子记得这么清楚 是啊 喜欢一个人 自然什么都记得清楚 明日真的要公布 承宇和珍珍定亲的消息吗 是否等承宇的身子再好一些 明日是得盛昌各分行 管家 长室 异室的日子 人最齐 时机最合适 家中上上下下都已经知道了 难免会传出去啊 为什么 为什么 祖母 母亲 为什么呀 锦绣 怎么跟祖母说话呢 是 我知道 这样质问祖母 是为不敬 可是我就是想知道 为什么呀 承宇已经十五岁了 大夫说承宇活不过十六岁 所以我们要为他冲喜 祖母 你向来英明 从来都不信这些的 如今怎么 以前是以前 如今是如今 只要能让承宇活着 不管什么办法 我都愿意去试 好 那就退一步说 既然要冲喜 为什么不找个别的姑娘 为什么非要是郡珍珍 她愿意 我也愿意 祖母 她愿意 是因为她想霸制咱们家 将来点着大少奶奶的名头 也能作威作福 怪不得 最近对德盛昌如此上心 之前去都不肯去 现在去得比谁都勤 还变着法子 要看德盛昌历年的账本 货运记录 我看 她这一早就是算计好了 为了将来接受德盛昌做打算呢 锦绣 你想多了 就真的只是冲喜而已 她就是想霸占德盛昌 霸占方家 她想得没 他们成亲 既是亲上加亲 又是冲喜转运 容不得任何人智慧 锦绣 还不给祖母认错 我没错 我为何要认错 母亲消消气 都是我管教无方 这就是旁人 对这桩婚事的看法 到头来 最委屈的还是珍珍呢 这些情我们都记在心里 日后定当加倍补偿珍珍 这诅咒若是天灾 我拼尽全力也要扭转乾坤 保我方家血脉 若是人祸 管他位高权重 哪怕皮肤汗术 我也将抗争到底 我五岁出病的时候 忌口颇多 很多东西都吃不得 可我才五岁 正是好奇人间百味的时候 我哪受得了那么多口腹之欲的诱惑 有一天 我看见外面的小丝 它吃的糕点掉在了地上 我便从床上爬起来 一步一步地爬过去 却把它捡起来吃了 碰巧被母亲撞见了 她当场就哭晕了 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天三夜 从那以后 我便再也没有任何要求 祖母让我吃上 我便吃上 他们不让我出门 我便不出 这么多年很辛苦吧 苦与不苦的 反正都要结束了 只是最近几日 想要出门的念头 愈发地强烈 兴许 是到了最后的时刻 想要出去肆意一回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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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华灯节 我们一起去吧 祖母绝不可能同意的 有我 有我在 今年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去 相信我 君小姐 打扰了 工资怎么又来了 第一 我不是为了公主的事而来 第二 我没有跟踪你 方家的马车就在门口 第三 你我既是公主的故人 想问你一些事情 我跟公子好像不太熟吧 这朝经里程图 只有在驿站才能勾到 你从哪儿来的 家中的管事教育我 怎么公子也熟悉 因为是我做的呀 一个朋友说的 我故意制作贩卖刺图 就是为了引主让照我进京 我才能见到丘陵 可惜 还请 也许多一批 你 要不让我 祈祢 可以 你 我 你 你看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有慌乱思绪 难见你深渊谜题 可惜尖临时回忆 想认定答案是你 识破你平静佳乡 公子还有何事 小时候 我也差和九龄公主一起做灯了 他每次都穿一身飞红的衣服 显得越发的名利动员 小时候的事公子记得这么清楚 是啊 喜欢一个人自然什么都记得清楚 你喜欢的 是啊 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你打听他呀 可惜 还是错过了 那公子之前 为何没告诉过他 我本想等他急急再告诉他 谁知道 更难再见了 我随身都会带这个 擦一下吧 多谢公子 是 郡小姐 德盛昌运营数年 你可是泽州 公子 德盛昌的事情我一概不知 郡小姐 如果我所知 烦请告知啊 令公子 如果你问德盛昌的事情 我真的无可奉告 我还要做灯笼呢 那 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 就请回吧 有劳军小姐了 我在云梦泽客栈落脚 如果军小姐想起了一些什么 烦请为我答疑解惑 好 告辞 你为何要问德盛昌的事呢 难道 难道 你也在查泽州一命 嗯